針對華裔社區學生家長普遍關心的親子關係和高中教育 南加華裔家長教師協會將邀請教育專家 為家長們舉行教育講座 希望能夠協助華裔家長以及學生適應美國的教學體制 提升華裔學生的學術表現 華裔家長教師協會成立35年以來 每年都舉辦教育講座和家長研習會 協助新移民學生和家長能適應美國文化和教育體系 解決教育方面的問題 今年的講座邀請兩位教育專家孫晨小明及吳寶云 針對親子之間的溝通及高中生在學校經常面對的問題 為新移民的家長提供專業的建議 最近華裔的移民越來越多 在很多父母和孩子看來 美國的教育體制還有整個操作的規範 和我們在亞洲期間有很大的不同 那怎麼樣來跨越這種差異 能夠更好地適應美國的這種學校的教育 教育講座主講人之一 具有25年高中學生顧問經歷的吳寶云指出 華裔家長移民到了美國 心態上的調適相當重要 應當善用美國教育的優勢 讓孩子具有彈性地發揮長財 而非一味地施壓 主辦單位表示 歡迎家長及學生聽舉講座 並諮詢關於親子關係和教育方面的問題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向華裔家長教師協會洽詢相關詳情